努力的结果,换来都是同学们的不理解,不信任。 放学了,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,一双温暖的大手蒙上她的眼睛。 猜猜我是谁? 周情宇! 苏可可没有让她松手,而是停了下来,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周情宇的大手上。 这忽如其来的亲尼举动,令周情宇心中一荡,她的声音也暗哑起来。 可可,我能这么叫你吗? 可可,就像是一杯清甜的蜜,尾音中都带着甜。 啊,只要你愿意。 苏可可的声音很闷。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,周情宇意识到苏可可的心情并不好,她连连不舍地松开了手。 现在还没到下班的时间,路上的行人很少,周情宇和苏可可并排走着。 苏可可低着小巧的头颅,又长又翘的睫毛,在眼脸下投下一片阴影。 苏可可,今天的事情不怪你,是你太优秀了,这才招人嫉妒。 周情宇真心实意地说着,那两个女生尖酸刻薄的嘴脸大家都见到了,抱着跟周情宇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 可是,学校也不相信我的成绩。 苏可可想起明天要面临的考试,又是一股酸涩涌上心头。 那是你进步太快了。 周情宇微笑看着她,苏可可的头发柔软,马尾末梢在阳光的照射下,发出淡淡的棕色,像极了可爱的小动物。 周情宇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。 可可,你是个优秀的好姑娘,不管发生什么事,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 苏可可鼻子一酸,抬眼看向周情宇。 她漆黑的眼睛像珍珠一样,似乎下一秒就会滴出水来。 看得周情宇心一颤。 周同学,你真好。 鬼使神差的周情宇就说,叫我情宇吧。 她想听她叫她的名字。 苏可可有些犹豫。 情宇? 她早晚都要离开,根本不属于东海市这个小地方。 她跟她走得这么近,真的能全身而退吗? 去我家里复习吧。 我倒要看看,明天教导主任能怎么样为难你。 应对考试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准备。 语文是苏可可的强项,她早就把这几年的课本倒背如流。 周情宇重点为她讲解的是数学,她把这几年高考出现的题型,容易错的题型整理出来,为苏可可一一讲解。 快到六点钟的时候,苏可可按照以往的习惯,向周情宇告别,准备回家。 大门却在这时被推开,周情宇的母亲赵慧芳走了进来。 赵慧芳的眉毛拧在一起,一看就有很重的心事。 周情宇没想到妈妈会回来得这么早,忙介绍苏可可。 妈,这是我同学。 苏可可正准备打招呼,就见赵慧芳冷冷淡淡摁了一声,像看一件物件一样,把苏可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 苏可可长着一张百净娇美的脸蛋,身材娇小,穿着得体清爽,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。 赵慧芳的目光称得上是肆无忌惮,苏可可心一凉,知道对方多半是不喜欢自己。 他可不想用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,因此只是点点头,淡淡地问一声。 阿姨好。 周情宇就算是在迟钝,也看出了母亲对苏可可的排斥。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 正要说些什么化解尴尬,苏可可一经朝门口走去。 周情宇急忙跟上。 妈,我送一下可可。 你站住。 赵慧芳用一种严厉的语气说着。 我还招你有事。 周情宇不满地看向赵慧芳。 能有什么急事,就连送苏可可的几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吗? 阿姨,周同学,你们忙吧,我认识洛,自己走就可以。 苏可可回声说了这句话,然后推开门自己走了。 他前世嫁过人,自然知道赵慧芳教主周情宇是为什么。 那表示赵慧芳压根就看不上他苏可可,不管是做儿媳妇还是朋友。 既然如此,他为何要留下来? 谦卑地讨好赵慧芳? 苏可可可早就知道,自己家与周情宇家之间犹如隔着一道鸿沟。 他本来想等到高考之后,那时周情宇就会去北方从军,两人就可以顺其自然断了关系。 没想到,周情宇的妈妈出现得这么早,看来到了分手的时候。 苏可可想得明白,眼泪却早就流了下来。 他伸手抹了一把,逃也似的离开了。 周情宇不顾赵慧芳的阻拦,打开门,却只看到苏可可的背影。 别看了,这姑娘不适合你。 赵慧芳这时不着急了。 他坐到了沙发上,慢条丝里讲起了道理。 他太漂亮,家事普通,只怕早就看好了你,处心积虑的就是为了接近你。 不,可可不是那样的人。 周情宇断然否定。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让你对他有那么深的误会。 不过他绝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 赵慧芳轻轻哼了一声。 我就怕你被迷了心窍,看来他真是个狐狸精转世。 这么快就把你整得分不清好赖。 反正你不许再和他来往了。 周情宇没有说话,而是推开门冲了出去。 在他身后,赵慧芳气得脸色沙白。 周情宇跑得快,很快就追上了苏可可。 他试图拉住苏可可。 可可,对不起,我不知道妈妈会这样。 苏可可低着头,试图挣脱开他的手臂。 可是周情宇见状的臂膀充满了力量,哪里是他能撼动的。 这时两人走到了一个街边的小公园。 周情宇干脆一把拉起苏可可,朝着大树后面走去。 他已经看到了苏可可小脸上的泪水。 这泪水就像火焰一样,烧住着他的内心。 苏可可还想挣扎着逃走。 他不愿意让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流露出来。 却被周情宇一把按在了大树上。 他从他的眼中看到了黑沉沉的东西。 别动。 周情宇一手撑在苏可可的肩头,慢慢俯身下去。 他亲上了他的脸。 那一瞬间,他以为自己触碰到的是玫瑰,却比玫瑰更芬芳,更柔软。 苏可可愣住了。 在他的印象中,周情宇一直是自制而守礼的。 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失控的情况。 可可,我喜欢你。 不管妈妈说什么,我都喜欢你。 周情宇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 我不会放开你的。 周情宇妈妈赵慧芳对苏可可表现出极大的敌意。 他明确告诉周情宇,不准跟苏可可来往。 没想到这反而刺激了周情宇, 促使他向苏可可表白。 面对周情宇的表白, 苏可可没有无动于衷。 通过这段时间相处, 苏可可已经喜欢上了周情宇。 只是他知道, 二人根本不可能。 他被周情宇紧紧紧搂在怀里, 委委屈屈把头侧上一旁, 躲避着他。 周同学, 请你自重。 自打在一起补课, 苏可可还没有用这样生硬的语气跟他说过话。 周情宇只能垂然松手。 可可, 对不起。 苏可可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, 晶莹的泪珠顺着他柔嫩的脸颊往下流, 鬼是身拆的。 周情宇轻轻吻上了那些泪珠, 一颗, 两颗, 他吻干了苏可可的眼泪。 苏可可的身子软了下来,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周情宇。 你, 你在干什么? 你不要哭, 你哭了我会更伤心呢。 周情宇认真地说着, 他一用力把苏可可揉进自己的怀里。 可可, 你听一听我的心, 他在为你跳动。 周情宇的怀抱宽阔而温暖, 娇小的苏可可刚好贴在他的胸前。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, 苏可可真的听到了心跳声, 跳得那么快, 那么急。 三月的风还很冷, 现在根本没有人去公园,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依偎在一起, 直到下班的人潮出现。 周情宇感到分外轻松, 今天他不但说出了心里话, 还如愿以偿抱到了苏可可。 他跟他想象的一样清甜而柔软。 苏可可轻轻轻睁开周情宇, 白皙的小脸都红到了耳根, 他微微低着头, 你怎么可以这样? 这样娇俏的模样, 让周情宇想再次拥抱他, 他压住自己的欲望。 可可可, 你放心, 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 一切都有我呢。 哦, 苏可可总算是接受了周情宇, 以后,